这车怎么样 你有病吗 你跟小北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干吗 你别跟我装傻啊 小北都跟我说了 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跟他上床了 不 咱们命开什么了 小子 咱们俩 你 你 你跟他睡了没有 咱们俩这么多年 哥们 你不信我吗 你说 睡了没有 睡了 你 你 你 让你 让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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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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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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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睡个觉的嘛 妈 你走了一天的货车 肯定是累了来坐 明天 我带你到医院 检查一下身体 任务都联系好了 晚上我带你出去吃啊 花哪个钱干啥子嘛 在家住 省钱些 好嘛好嘛 我都好久没得 吃过家乡菜了 我不是来给你做饭的 不用你动手 我来做 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等下我就去买菜 还差不多 妈 不是韩王一陪你来吗 他找过没来啊 他来干啥子嘛 一个大小伙子又不会照顾人 去哪儿了 跟别人睡觉去了 睡得好吗 还不错 你呢 你跟别人睡得好吗 还没睡呢 还没睡呢 看什么报纸啊 天天都看报纸 老公 你看看 我这新面膜怎么样 贴合度怎么样 怎么样 贴 干嘛呀你 你至于吗 你说我跟你说句话真够费劲啊 来来来 我前两天办了个美容卡 我一直在做美容 我觉得我皮肤最近特别好 给我看看 怎么样 怎么样 嫩了吗 你爱他是吧 嗯 我爱谁啊 行了 你别跟我装了 工作都给人找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们都是朋友 原来还是同事 都不容易 给他介绍一份工作 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吧 朋友 你怎么不说给我找份工作 你能干吗 想干可以啊 明天我就给你找工作去啊 我怎么就干不了啊 你默认了吧 我默认什么呀我 彭永辉 你不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我不想跟你吵架 谁跟你吵架 我说话也不对 不说话也不对 你看看你 你这分明是要找我吵架啊 我就想要你去实话 什么实话 我想要你去实话 就这么难吗 你到底想要什么实话 想听实话是不是 我现在我就告诉你 我的实话就是 这么过日子太没劲了 你干吗去 我睡上了 小北 周小北 我想跟你谈一谈 小 小北 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谈一下 我们俩没有什么好谈的 你还要闹是吧 我 我想跟你闹 好 樊斌 咱俩同归于尽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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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今天吃什么呀 你干吗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看啥离婚桌的 你爸要跟我离婚 那那早不开始有玩笑啊 这个老东西 真的 你 你问他去 你问他去 老头 你跟我妈又吵架了啊 没有 那他哭什么呀 我要离婚 真的假的啊 真的 原因呢 没有 不是我做梦的 老头 老头 你跟我说句实话 没事啊 你是不是抱眼奶了 你怎么想都行 我就迟要离婚 婚姻法规定了 婚姻自由 我现在想自由 走 什么事跟你着急啊 就是我连午饭都没吃呢 一会儿还得回公司呢 快说呀 小庄和程晓风分手了 小庄那么快就相信啊 程晓风亲口告诉我的 说小庄给他发了一短信 说分手 程晓风打回去追问原因 不接 再打连号都换了 这对你来说不是好事吗 你干吗呢这事啊 闷闷不乐的 关键是 我爸我妈也要分手了 为什么呀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问都不说 真是为老不尊啊 不是那你现在怎么办呀 你你总不能就让他们 这样离了吧 离呀 谁怕谁呀 我跟我妈说你大胆离 我早晚有一天 把这狐狸精查出来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你爸在外面有人呀 不是这原因 还能是什么原因啊 也是 你爸你妈不是感情挺好的吗 你们都看着吧 我不把这狐狸精查出来 把他大卸八块 我就不信韩 我现在就不信韩 我跟我妈姓 你们都记着了 以后搞我叫姜文静 好好 这样吧 以后为了避免姓氏纷争 我们就忽略了前缀 直接叫你文静 这老人就跟小孩一样 他们冲动你不能冲动 你再冲动 那就等于火上浇油了 对呀 这气头上的话真不能当真 你回去再劝劝他们 你说他们这么多年了 总不能说离如离吧 是啊 你们不知道 这老家伙 现在已经鬼迷心跳了 他不光不要我妈了 他连我都不要了 我问他 我说你俩离婚我跟着谁啊 你猜他怎么说 你早就过了法定监护年龄了 不需要跟谁了 你有自主权 少拿这套威胁我 我昨天才知道 他已经拉着我妈 去把离婚证都领了 我一定好好地过给他看 他不是不让我找医生吗 我偏找 我不管找 我还要当未婚妈妈 你可别冲动啊 这结婚可不是随便说说 你看我现在 胡偷偷地一教训 你得到什么教训了 你跟樊斌都那样了 不还过着好好的吗 对了 你跟樊斌现在怎么样了呀 他还问你莉莉的事吗 樊斌气疯了 拼命追问细节 我就跟他说 你要追问细节的话 你干脆看黄色小说去吧 你说你 你除了整天 让我们担心说怕之外 你有什么实际行动 我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就是这场婚姻 最严重的后果 什么叫难言之隐 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跟樊斌都成什么样了 还不离婚 为什么不离婚啊 你们俩又不想 别人有孩子 可以拿孩子做借口 你们俩没孩子 樊斌给你下什么鼓了啊 人家房源和那朋友会都翻了 我 我跟他就没 大 我问你 朋友会是不是又缠着你了最近 没有 不过我听说他现在挺不好的 你不会到时候脑子又一热 回到他身边去帮他了吧 你放心吧 我现在连自己都顾不了呢 我还顾他呢 我现在禁锢我妈了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妈怎么样了 你妈介绍的人还真的挺靠谱的 帮了不少忙 也没排队 已经详细地检查了一下 不过这个明天才能拿到 我现在其实 我真挺担心的 我妈年纪那么大了 而且平时根本就不注意身体 我真怕她万一 你放心 千万别这么想 这老年人即使有点小病小痛 那也是很正常的 你话我明白 这道理我也懂 可是你说她是我妈 我怎么可能放得下心呢 明天我骗你去医院吧 嗯 其他 没说你了 我说我爸呢 剧本接近尾声 我一咬牙违背心意把结尾 从悲剧改成喜剧 各回各家各找各骂 自己活的悲剧写得在悲剧 前路看起来更加没有希望 剧本就是这么个东西 想把它写成什么样 就可以写成什么样 不管什么样的结局 都可以找到理由让它成立 不像生活 常常会走到你愿望的反面 好 另外啊 由于淋巴吸泡扩散 等致脓髓受损 出现了容血腺平行 花了一段时间吧 如果时机成熟 我们可以考虑干细胞移植 总之 我们肯定会尽力而为的 好 那作为家属啊 最近一段时间的花销 可能会比较多些 你们提前做好准备 好吧 谢谢 不客气 去拿洗手间 去拿洗手间 看 seeds forced of food 很好 送給我家吧 寻笑 我陪你聊聊吧 不用 我先回家了 拜拜 我陪你聊聊吧 不用 我先回家了 我看你 还真不过 您好 欢迎光临 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汇款 请问收款方您认识的 认识 我朋友 好的 谢谢 请稍等一下 请您在汇款用途这儿 请添一下 谢谢 谢谢 请输一下密码 谢谢 您到汇款用途 第五已经办理好了 如果有任何疑议 欢迎您拨打9511进行咨询 回单请拿好 慢走 再见 谢谢 欢迎您再次光临 好 喂 你在工作室吗 那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过来找你一趟 你还为你爸你妈生气呢 你干吗来了 就为了问我这事啊 出大事了 王源他妈得零八癌了 真的啊 当然真的 零八癌啊 这可是花钱的病啊 你有没有王源的银行卡号啊 给打点钱救救急啊 我有 我发给你啊 我身上的钱不多 你那儿要有的话 你多给他打点 行啊 这让我老爷子走了以后 给我和我妈留了一笔钱 郑冲没出话呢 你爸你妈真要离婚了 废话 老头立马就搬了出去 近身出户啊 我总觉得老爷子突然这么做 有点说不过去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老了老了还第二春了 喂 你想想啊 你爸这么毫无征兆的第二春 你觉得可能吗 就没有从生活中的蛛丝马迹中 找到一点线索 就比如说 突然会玩微信了 锻炼的时间明显比以前长了 即使鬼迷心窍 也不至于这么断的时间 不至于什么呀 我看他就是鬼迷心窍 贼心不死 抛弃弃子 都是丧失理智了的 哪有这么说自己亲爸的呀 你妈呢 走了 去哪儿了 给她抱了个团儿 要出国旅行去了 你也好 省得在家里出紧清晴 一泪洗面 我也准备搬出去 我总算知道 你这火爆的脾气遗传谁了 你说人类真是 现在越来越发达了 以前说基因能遗传 没想到到你们父女俩这儿 连离家出走也能遗传了 你打算搬哪儿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来不见 来 玉玉 今天差结果怎么样 每天啥吃吃 点小毛病 可能要做几天圆 要做圆呢 吃点油就可以了嘛 医生讲了 是个小中流 良心的 切了就可以了 还要做手术 我都讲了 是个小手术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有点小毛病都是正常的 医生讲你的身体好 恢复得快 就当陪陪我嘛 这孩子好了 我还以为过两天 就可以回家 你看嘛 忘记记狗人在屋头 又没得这么关了 妈 你不要太操心了 他都这么大了 他能照顾好自己 我了吗 嗯 我去做饭 哎用尾灯constit Sequotics 湖子 你明天下午有空吗 我妈来了 身体不太舒服 可能要住几天院 但是我明天下午 公司有个会 我怕她一个人 在医院不习惯 我想让你帮我 照顾一下她 好 谢谢你啊 拜拜 怎么 怎么是你啊 我和我爸我妈吵架了 他们把我轰出来了 我 我 我无家可归了 我能不能在你这儿 借宿两晚 我 我这倒是有一间客房 但是你住在我这儿 确实也不太方便 你去把我当成你的病人吧 好人坐到底 你看这么晚了 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就住几个晚上 那 那你先进来吧 我去穿点衣服啊 我去穿衣服啊 没什么看法 韩文静啊 早上好 早上好 我准备上班去了 是吗 祝你一路平安 那你呢 我 你不会说哄我走啊 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冰箱里有点 你要是饿了啊 你就自己做点 别客气 钥匙我留了一把在茶几上 那都不好意思 没关系 那我先走了 行 等你回来 好 再见啊 拜拜 小北 你猜我在哪儿 你猜都猜不到 就是这儿的 三十七号上 谢谢啊 没事 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就行 好 下午可能会有几个检查 到时候我让护士提前通知你 好 谢谢 谢谢 没事 来 来 妈 这有什么的胖子 我叫整员动力 我想我还有点事情 我就不能陪你了 你要有啥的事情就给他讲啊 好 阿姨 您叫我胖子就行 有什么话您说 胖子 我得走了 你忙去吧 这有我就行 忙不住了 好 你有啥的事啊 我打电话 好 好嘞 过去走吧 帮你喝点油 阿姨 您有什么需要您就说 您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我帮您弄去啊 你跟我们圆圆啥子关心 朋友 本地人啊 我刚从国外回来嘛 国外回来 国外好得很呢 阿姨 你这现在国外 没有咱们国内好 那你干啥子工作 一个月挣好的钱 这刚回来还没找工作 房子总该有一套嘛 也没有 零时租了一个 我们圆圆啊 找对象 一定要找个像样的 最好是能找个当官的 你看 地位也有了 钱也有了 房子也有了 你啊 多帮我圈圈圆圆 让他多认识这方面的人 干 好啊 来 我去给您打点水啊 好 经过对往年数据的监测 公司今年的销售收入 与去年同比相比 有了较大的诈数 我认为接下来的销售策略 还是应该集中在几个二三线的城市 我会把一些相关的详细资料 发给销售部的同事 作为一个参考 好 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王远 你留一下 有事吗 张总 下午有个招标 会有两个公司过来提案的 你到时候跟一下 没问题 对了 那两个公司的资料 我叫人给你发过去了 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好 我这就去 笑着给我快了 快什么呀 我们俩关系进入平静期了 我住这个屋 什么情况 你俩是室友啊 我是不是很失败呢 不怪我 你知道吗 这人太传统了 什么都不明白 你坐 我们俩在一起讨论的 所有跟流行有关的话题 只有一个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呀 流行性感冒 可以的 刚认识没多久 就住到一块了 说不定再过一年呢 你们俩就可以 签手了 再过两年说不定还能接吻呢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 跟李李认识那么多年才搞业情 这酒后乱性的代价真的太大了 都辞职了 谁辞职了 李李啊 你怎么知道啊 你不知道吗 我那天碰见樊冰她告诉我的 她还说什么了 别的没说 不过从她的眼神里能看出来 她对你们这顿狗男女的愤恨 恨不得把你们碎十万段 然后放把火烧成灰 撒到大海里 对 而且还不能在同一个大洋 一个得扔南半球 一个得扔北半球 一个呢估计得扔到西布利亚 一个能撒到南非的某小水沟里 永世不得相见 你们俩都过成这样了 干吗不离婚啊 我跟李李没事 就跟你跟查老风 目前的状况一样 你跟李李没事 那你干吗要骗樊冰啊 我也不知道 你觉得心里不是特平衡吧 这样两败俱伤 你爽吗 这谁的 我的 够专业的呢 我心脉的 你开始学摄影了 对啊 为了拍小孩 谁的小孩啊 我跟澄澄的 你跟澄澄的 下一个很喜欢 有没有看到六块腹肌 这有什么呀 以前樊冰也有六块 以前我还有六块呢 你们家樊冰先生就一块 就这样还敢搞婚外情 真行 王经理 您来这儿工作了 对 刚来 那可真是出门遇贵人呢 得头贯照 这可是两回事 坐 王经理 您走以后啊 公司来了个新经理 彭总对他一直不满意 每次开会的时候 还老提你呢 我们开始工作吧 王经理 您看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提案 我们在这块打算投五百万 然后这个是百分之一 看一下这儿 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做的提案 我会给你们通知的 好的 谢谢啊 我会等你的电话 对 胖子 胖子 下班了啊 今天辛苦你了 没事 我待着也没事 你要忙这就交友完了 那怎么行 跟我下客气是爱的 那床头那水果是你买的吗 买那么多干什么呀 它能吃得完吗 摆着不也挺好的吗 我妈要的吧 不是 是我 什么不是啊 我妈这人就是要面子 肯定看到他们都有 她非得要 她以后要是要什么 你告诉我一声 行了 你赶紧回去吧 你看你热她 没事 那对啊 明早你不用来了 我来就行 你也不要太晚啊 我走了 拜拜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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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这么高级还不让看 秘密邮件 好 你吃饭了没 没呢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点饿了 好 那我先你吃饭 算了吧 你都无家可归了 我拿海子让你请我吃啊 那你可以请我吗 我请 可以 但这点呢 就是好吃的都排队 再说 我这累了一天了 也不想动了 那 对了 你 你厨艺那么好 我们在家做点吃嘛 我冰箱里还有菜呢 我 我 我去给你写 你真的 我 你 你 嗯 好吃吗 还行 真的假的 你尝尝 我刚才已经尝过了 好咸啊 那你之前给我打包的菜 你都哪儿来的 这个是炒菜 我的强项是煲汤 是吗 那你煲个汤吧 我等你 你想那汤 能忍在饭馆里打包的 抱歉啊 得了 我带你吃西餐吧 真的 真的 我以为是不早说呀 你烦我啊 走 我们点个 菩萨 菩萨 对不起 二位请先点餐 菩萨 菩萨 怎么了 我突然有点不舒服 快点吧 小心 这也太巧了 文静 文静 你没认错人吧 别闹啊 真的没认错人 话诚恢复的认识 吴远 押到参聚 这位是 这是我男朋友陈晓峰啊 一号 我叫刘妍 陈晓峰 佩妍 你今天身体还好吧 我挺好的呀 你上次连人带车被拖走了 你没事啊 哪能有什么事 有时候我能坐这儿吗 上次特别逗啊 我跟车里生睡着觉呢 辰 就我拖走了 知道吗 你说奇怪不奇怪 他不管你死活 到地方跟我要钱 那你现在坐这儿不怕 又被人人带车拖走了 不会那么巧吧 你现在这种情况 你心机有可能啊 反正人在这儿呢 拖着拖呗 是不是 你说你上次 为什么要追着我满街跑啊 我为了躲你脚都让车给撞坏了 这事你记不记得 记得 你去上个人假装那个 买 买 买女性用品 让人给比试了 你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你问这些干吗呀 我就别告诉你 不要轻易忘记过去 我们俩在一起就是灾难 那最后谁倒霉 最后谁倒霉 你好好想想 我不光是我倒霉吧 你那腿不也让车子撞 我真是好事啊 我得感谢你啊 干嘛呢 要没有你 我能遇见我们家晓风吗 也是 咱 咱们 我 我先去趟卫生间 你们先聊着啊 行 行 你忙你的啊 那 那什么叫 一遇见我就倒霉 那不都是你闹出来的吗 谁没事吃饱了 折腾你啊 命中注定的嘛 宿命 我信命 你还信不信 神经病 我神经病 我哪儿是神经病 就是神经病 我像神经病 咱们 外面来了好多警察 正在拖车 真的 真的 刘延 行 真的来了好多警察 你听我 你刚才不是跟我这个人吗 快去吧 咱俩还真是绝对吗 咱俩还是换劲吧 为什么 一会儿神经病 要回来怎么办 对啊 赶紧走 对啊 走 走 走 听过昨天下午的提案结果 再加上我对两家公司的资料对比 我觉得鹏城公司 更适合我们一些 报价呢 报价都差不多 但是从提案上看 鹏城的业务思路 跟咱们公司更贴近一些 行 那就鹏城吧 好 那我现在通知他们 让他们尽快做准备 好 喂 我是王源 对 我打电话来就是想告诉你们 你们昨天提的提案 我们已经决定采用了 替鹏总谢我 那就更用不着了 我是站在我们公司的角度上 考虑的 不是看你们鹏总的面子 再见 喂 您好 我正要打电话给你们 非常感谢你们送来的提案 但是我们 已经决定用另外一家的了 抱歉啊 鹏城 阿姨 您就吃一点吧 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不吃不吃 一点都不想吃 没有胃口 这些菜一点胃都没有 阿姨 这医生都说了 生病期间要忌口 不能吃辛辣 我是四川人的嘛 四川人哪也不吃海椒的嘛 我那一辈子 我没得一顿饭离开过海椒 四川人要不吃海椒哦 一点劲头都没得 我没得一顿饭离开过海椒 这个冰块不是不敢喽 他那个书 他刚刚要出身的 那是电脑 不是书 你不要骗我了 电脑 我不会打 我看得过那么大 阿姨 这叫平板电脑 真为了变一携带用嘛 而且里面电影 电视剧 什么都有 一点就能看 可方便了 那么好的东西 肯定很贵 阿姨 要么咱俩说个条件吧 啥条件呢 你要是把饭吃了 明天我也给你买个平板电脑 你也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好不好 怎么样 来 阿姨 赶紧吃饭 好嘛 这电脑的事啊 你千万别跟王源说 快吃 嗯 你好 您好 王经理 尽快把这个银移出来 王源 过来一下 张总吩咐我找你来 说摸一下情况 上次招标的事儿 其中一个公司告状告到张总那儿去了 请不吝点赞 啊 赚啊 然后咱俩 请不吝点赞 来自权 来自权